夏宇乔新手人妻设计对戒 把老公当皇上伺候 超美的 来我们一起 来来来我们请董事长跟乔乔 乔乔看什么看得如此出神 完全陷入自己的小世界呢 原来他六日出席 日系定制珠宝品牌KUNO 台湾首家专卖店开幕 第一次拿到自己发想设计出的对戒 难怪这么兴奋又感动 在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 真的是说一种心情 因为我们并不是主宝设计师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这个设计图 其实都是我告诉设计师我的心情 然后我想呈现的感觉 我那时候跟设计师讲的心情是 我想用我们两个人的英文字母 然后用不同的材质拼在一起 就像拼图一样 然后当他拼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完整的家 两个人一定要在一起 你现在在讲整个就是 就是在发甜美的笑容 我会发自内心的心情 我很感想要闪 你知道就是人家每次 没有 但是我觉得幸福 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已经收到幸福的氛围了 嘴上说不想在人前放闪 却又自爆两人私下的互动甜蜜 对 一定是在一些很 很不错的氛围的时候 然后就说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你是我的天 我会讲出类似穷瑶的话 他会有时候听一听 然后会说 那是哪一个电视剧的台词这样 他还会很认真 职业并不 但的确我有时候看 我有一阵子看那种 就是古装剧 我就会常常就是演一些古装戏这样 我就会说皇上 皇上 你要喝茶吗皇上 然后就会讲一些很恶心的话 而结婚至今两个多月 最大的感情是 我觉得日子一样过 然后我们的风景一样美 可是我这次有结了婚之后 就像系了安全带 你心里面很踏实 老公是安全带 我也是他的安全带 他也系了安全带 我觉得彼此双方就是 很有安全感很踏实 时尚动亲吻 讲得很甜蜜呢 霸道 你干嘛 提升机会很快请到你等手了哦 敲敲键盘登入升级一会员 好感到这张